那么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循环因果 循环因果是相对于因果关系 直线因果关系来说的 那么循环因果的理论也是有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 妙尔达尔在1957年提出来的 那么他这是经济学的一个理论 他是认为某一个经济因素的变化 会引起另一个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 那么后面的这个因素反过来又会加强前面这个因素的变化 并导致社会经济过程 沿着最初那个因素变化的方向发展 从而形成累积性的循环发展的趋势 那么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也是纵向的循环且互为因果 至于谁最先开始引起的这个问题 或者谁最该为这个问题负责任 没有办法 而且没有必要去追究 A导致B 同时B的行为又强化了A的行为 那么A的行为被强化之后 他又要去做像B做那样的行为 所以他们寄生蛋诞生机我们不知道谁先开始的 我们在咨询的时候家庭成员常常说都是因为你 这一句话呈现的就是一个直线因果的关系 都是因为你 然后还有的人会说如果你不先改变我就不改变 因为你要为这个问题负责 这也是一个直线因果的关系 当我们知道循环因果的时候 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 就要不断的去强化这样的概念 不是给他讲循环因果 而是给他呈现你的行为如何强化了对方的行为 然后你的行为又如何使他的行为更加的进一步 那么你们就在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中套在了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开一开始的阶段 就是不断的去让他们看到他们之间的互为强化的 我们经常会说各打五十大板 我们不会说谁应该为这个问题负责 那比如说我的一个案例 丈夫和妻子 一个要求一个回避 其实这个是一个全世界都共有的一种模式 一个共有的夫妻之间的一种互动模式 这也是有研究证明的 因为我的博士论文也是研究婚姻的 我们去看婚姻夫妻之间有哪些比较不好的一种互动的模式 然后你就会发现要求回避模式 无论是中国美国 然后其他欧洲国家呢 全世界的男人和女人都在玩的这个游戏 那这游戏是一般就是妻子比较要求 希望你跟我谈一下 然后再说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好好地沟通一下 然后丈夫就说 这问题已经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他越是回避不想谈 那么这个妻子就越是想要怎么样 要求他追着他跟他谈 所以也叫追和逃的一种互动模式 他越追他越逃 那么他越逃 那么他的内心的需要越没有被满足 他就越要什么呀 追他追得越紧 他逃得越快 逃得越快追得越紧 最后两个人就还是陷入在这样的一个 一个循环中 那么在现实中往往是这样 比如说这个妻子很想跟这个丈夫沟通 然后呢 但是他沟通的方式很吓人 很吓人 然后这个丈夫就受不了这样的 这样过来的这种模式 所以他就会 无意识地就会怎么样 躲起来 因为躲起来他才会觉得安全 先不说 或者说甩门而走 或者说是回避打岔 或者是默不作声 大家可以想想 当一个妻子面对一个默不作声的 一个丈夫的时候 这个妻子会怎么样 你倒是说句话呀 你哪怕就是说一个字 说句话 你给我吵一顿也行啊 所以他就会更加的要求 那么他的要求的方式就又升级了 会更加的激烈 那么他就会更加的回避 所以甚至后面就不回家了 不回家 甚至就跑到外地去工作了 然后他也许有时候都是潜意识中发生的 这样的一种互动 好像他的工作刚好发生调动了 然后刚好可以去外地工作了 但是可能这是一个互动的一个结果 而不是说 真的是刚刚好发生的这样事情 也许他的潜意识就是在想方设法的 让这个事情怎么样发生 他要想方设法的去回避现在这种现状 这就是一个循环因果 那你说是这个妻子错了吗 我们在咨询的时候 我们能批评这个妻子吗 不是 我们也是我们要去批评丈夫吗 也不是 而是告诉他们 每一个人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都是有贡献的 都贴了砖加了瓦 都加了财 然后呢 而且你们被锁在了这样的一个什么呀 循环中 循环因果中 没有谁必须为这个事情负责任 然后让谁或者说去裁定 谁应该最应该发生改变 也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最好的改变就是 两个人一起发生改变 才能把这个锁给解开 那但是有的学员一般就会问 一般可能只有一个人来做咨询 是吗 只有一个人来做咨询 一般情况下是女性会去 男性是很难被拉到咨询室的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这些东西也会起作用的 我们也会让 我们首先可能会共情妻子呀什么的 如果是一个女性去做咨询 但是同时我们也会让她看到 她在这个循环中做了什么 让这个循环持续往复的往下走 所以说而且我们也会让她相信系统的力量 也就是说互动嘛 如果妻子的行为发生了改变 那么就会带动这个系统发生改变 带动这个丈夫发生改变 为什么 因为系统有一个什么呀 自平衡的功能 一个人变化了 另外一个人就会被怎么样 带动的发生改变 这样这个系统才能维持一个 自平衡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叫循环因果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 但是家庭治疗难就难在 当你理解了这些概念之后 你在真实的治疗过程中 你不是给他讲这些概念的 你不是告诉他循环因果是什么 是谁提出来的 你而是用非常接地气的语言 让他看到 哦原来我做了这个 然后我这样做这个 这样做这个 然后我又做了这个 让他真正的深深切切的知道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这个结果什么呀 负责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这个症状负责 而不是说总是觉得是别人伤害了我 或者说是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 你应该改变 如果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那么这个改变的动力就不够强 但是当然第一步是我们自己真的深切的理解 循环因果 其实这也是让大家用更加动态的眼光 去看待家庭的问题 对还有一个例子 就是父母的喋喋不休和孩子的沉默 父母越是喋喋不休 孩子就越会怎么样 沉默 孩子越沉默 什么话都不说 那么父母就更加的着急 就更想的去抱怨他 训斥他 让他能够沟通一些呀 多说一些 那么父母又加重了他的喋喋不休 孩子就会又加重他的什么呀 沉默 那么亲子之间也锁在这样的一个互动中 我觉得我还很容易跟他说 是不是在这一切的培目的 我还是先去抱怨他 我还是先去抱怨他 说一些串荡整理解 还用法